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让我们从新约圣经的 以佛所书第四章 第二十六节 我们来分享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有一位企业家 素以形式稳健著称 即便每天身处在 瞬息万变的商场之中 他也是几乎没有 犯过致命性的一个大错 所以他所经营的大公司 就这样日渐地成长起来了 几年以后他要退休了 在光荣退休的茶会上面 记者们就向他几十年来的成功的秘诀问了他 他只是笑笑地说 其实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秘诀 我之所以能够顺利 是因为我懂得在愤怒的时候少说话 就这么样子 少做决定 所以我不容易坏了大事 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呀 却让当天在场的人 上了一个重要的一堂课 每当我冷静地回到自己过去在生气的时候 曾出现的情绪念头或者是观察一些 在圣路中的人们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人生气的智商 只有五岁而已 无论你一个人 现在是几岁 当他在生气的当下 其思虑就会不成熟 情绪之一 发就不可受使了 言语之不知节制了 然后表现也就失态了等等等等 仿佛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一样的不成熟 所以圣经上说呀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可不是吗 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他的智慧 他的EQ 怡态等等 都会大大的退化 乃至所讲出来的话呢 所做出来的决定 往往都会坏了所有的事情 诚如那位退休的这个企业家一样 他之所以能够一路平稳 顺利 不在于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手腕 乃是他懂得在愤怒的时候少说话 在愤怒的时候少做决定 所以他不容易出错 朋友们 你期待自己的人生 能够平顺更少出差错吗 务必要提醒自己 那就是说人生生气的时候 智商只有五岁而已 然后学习在圣怒的时候 少说话 少做决定 以免坏了全局而后悔莫及 因此神的话 今天透过保罗 他告诉我们说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以寒怒到日落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凉 愿神吃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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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